好 我們回到課堂上來 我們這一節開始呢 要進到第十二章 三大理性的統一 三大理性就是三法隱 那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滅盤幾經 那這個標題還有一個統一 就是他們的一個榮冠 或者是他們可以用一個 一印來傳達 來表達 那這是第十二章 老師要來告訴我們的這個道理 那第一節是關於三法隱 好 那首先說明這個 三法隱的這個法隱是什麼意義 那這邊導師提出一個法隱的一個 一個意義呢 就是判斷佛法的是否究竟 以三印來衡量 與三印相為的即使是佛親說的 也是不了義法 反之 反之若與三印相合 如佛法相 即使非佛所親口說 那也可認可 可認為是佛法 記得原本在第一天有引用了這個 這個巴黎的文獻 就是佛達瓦恰那 佛達瓦恰那就是佛語 就是佛說 佛說是佛語 那他不一定是佛親口的 所以大聖的這個教導 其實就是這邊所說 這個與三法印相契合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爭論 說是佛親口說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 依著修行來體悟諸法 實際上這個才是重點 好再來 那這個法印呢 三法印的這個內涵 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涅槃幾經這三者 那有些經文呢 在諸行無常下 會嫁諸壽是苦 這又成為四法印 那苦是覺得對有情世間的價值判斷 這是諸行無常印中的一個含義 那從這個事理的真相來說 他三印就夠了 三印就夠 好那這個三法印呢 是於同一元期法中體悟有 這三個這個特性 那我們這個學習的這個佛地址呢 不論是頓入或是見入 見入或頓入 三印有著這個深切的關聯 大家要注意深切的關聯 不能夠機械的分割 好那這邊舉經證 佛常這樣問比丘 比丘無印的無常佛 是無常 那無常是不是苦呢 是苦 那若是苦無常便宜法 那是我我所嗎 比丘說非我我所 那佛基告訴他 說比丘這樣的觀察 無常無我極的極度 這邊極度就是 就是涅槃極境 所以這類經文可見三者是相關而貫通 所以它是一個這個觀形上的一個 要去觀察的一個過程 觀醒的一個次第 好所以無常印 無我印 然後這個涅槃解脫 這個解脫就是涅槃極境 那這邊有一句就是 無常的是苦 是不是苦 那是苦 這邊呢 以前就有曾經在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就經常去討論上課所學嘛 那就會討論到說 這個無常是苦 那有些人就說 那這個黑板分比桌子 這都是無常的嘛 所以他們也是 是苦 但是呢 大家記得佛法以有情為中心 說這個無常故苦是 是有個前提的 第一個 是這個凡夫 面臨無常的時候 它會有產生這種苦 當然有更深刻的所謂的壞也是苦 但是苦主要還是從這個受 從受這個面向來談 所以 面對這個無常 凡夫眾生會有苦 那 黑板他們不會有苦受的 他們只是無常而已 但是凡夫眾生面對這樣的無常 他會苦 無常一定苦嘛 無常不一定苦 是這個有前提就是 凡夫眾生 面對無常的時候 他就會生起這個苦 基本上 佛法有時候在談一些道理的時候 它有一個前提 但是我們要去瞭解 因為這些道理是對凡夫講的 對聖者 不用講這些 他們已經解脫了 所以對凡夫眾生 還有生死煩惱這些眾生 那 阿魯他面對這個 世間 他就 就如死了之 就是無常 他不會有苦受的 會面對這一些了 但那種身體 遇到一些這種 病 他會有苦 但是 生苦 心不苦 這是一般都是這麼說明的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三個 他其實是觀醒的一個次第 好 那三印中涅槃極境就是解脫 也就是空 好 那這邊大家注意 涅槃極境是空 那 這個佛 導致這邊舉 導致舉是暗進這樣講 他說這個 諸行空 常恆不便宜法空 我 這我所空 所以則和性至而 但是這個空是 本來如此的 一些有違法的本性是空極的 大家注意 導致這邊是有空極 這已經是更深刻的 因為他要指的是涅槃極境 那他是空極的 但是這邊空極 所以是無常無我能實現涅槃 這這裡面又有一層的一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眼 眼鏡呢 這個空極的 是怎麼達到的呢 是因為觀察這個 無常無我而體悟到的 所以本性是空極的 是能夠離染的 就是空極的 那其實這邊的空極應該是 從 現實現象 我們 的這個意義來說 它是空無自信的 也是空極跟空無自信 它其實是 這都是法的一個 真相 或是實相 無自信也是實相 但是 無自信比較是從現象 我們可以 可以這一個感知的 對這個 對這個層面來說 那空極呢 它是 誤入實相 有身心的一種 體會了 好 所以 同樣是空極的 那這邊的空極 比較是空無自信的 這一個意義 所以是無常無我 那無常無我 所以能實現涅槃 一切法的這一個 這個最終的實現的目標 是空極的 那這空極的也就是 一切法我們所提悟到的 一個真相 那這個真相呢 它透露出是離雜染 那離雜染的一個 重要的環境就是空無自信 空無自信 空極的空就是離雜染而達到 這離雜染就是透過空無自信的一個 體悟 體悟到空無自信 而契入到不生不滅 所以 是無常無我 所以無常無我 它比較會跟空無自信 這樣的一個 一個意義 意涵 可以比較能夠直接的連結 那那空極跟空無自信 其實它就是 你悟了一切法空無自信 就能夠體悟到 不生不滅的涅槃寂 所以一個是觀 一個是正 大概是這樣子了 好 從緣起的空義而開顯 所以經中常說出世空性 相應緣起 最近導師試著把這個 緣起跟涅槃呢 做一個連結 而且是透過經證 一般緣起是有為生滅 那涅槃是無為的不生不滅 通常在阿比當勒分析 它就是一個有為一個無為 那他們可能在做這些分析 只是為了說明 說明上的一個方便 但是後面的人 就會把它認為是兩種 隔絕的特性不同 是隔絕的不同的方法 按進來講有為無為 一定是連帶 連動的一個教學方式 但是因為為了要讓大家 了解意義法的一個特性 所以就開始做一些法 法項的一個說明分析 就開始分類 那這個分類完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種錯覺 就是它一一法 它就有特定的一個特質 那種特質就會變成是一種 不會改變的 慢慢慢慢就 就會有一些發展 所以為什麼波爾金 要提出這個空 就是去破除當時在不派的 這一個有的一個思想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緣起跟空極 它是一個相應 而且是緣起的聖身意 就是空極就是涅槃 緣起的一個事項就是生死流轉 緣起的一個聖身意 那就是空極 好 經中有講到這個 這個只有北傳的經才有 所以導師在讀經 連這麼一小段句子 他都能夠抓出來 作為這個緣起跟這個涅槃 它是一個不能被割離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經政 好 緣起本是開顯空義的 觀察緣起為了它的必然理性歸於空極 然後這個體正到這種極滅極 那這是佛宣說緣起的方法與目的 目的就是能夠體悟到空極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這個這個去瞭解事項的這個必然理性 那更重要就是它的一個空無自信這樣的一個道理 好 再來 那三法印的一個真實性 這是導師的一個標題 好 三法印的真實性 佛說三法印是從有情至深說的 有情是無常無我空極的 所以這邊又回歸到一開始的 這個以有情為本 佛法以有情為本 不管講什麼 都跟有情是緩緩相扣的 好 那再來 再來 導師這個是佛法所說的這個三法印的一個立場 那印度的印度傳統 新奇的宗教 呃 沒以為生死無運中或離無運身外有常住的真我 那佛以為有情是緣起的有情 以緣起來說 一切法的存在都是一因代緣的 所以一因代緣 每個緣又是一因代緣 所以這些法它不會有恒常性 它是無常的 一因代緣它一定是受因緣支配 所以它沒有一個不我主宰 所以緣起就是無常無我 這是從這一種現下面的一個稱次來說 好再來 導師就再進一步解釋了 就是無常是變化不拘 我們怎樣去了解無常 其實比較是從生滅的一個意義上來理解 換言之即生而必滅的 其實生而必滅 無常就是從生滅這樣的一個現象來了解 一般人以環境的示意快樂或是保持 心盡平和不苦不樂為安穩 那依佛的會觀這也是苦 那這邊的苦不是憂愁等苦 是無常義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切的快樂安穩都不斷的無常變化 如稱心如意平安甜事 都不是一德永德而可以永久的 它終歸於壞 其實也還是跟苦受是有連結的 這個壞 眾生因為有帶著質 而且是 本來預期它要恆長 但是它又不恆長 所以這個苦還是會產生的 所以它不會是永久的一定要變化 那一變化你就那個苦苦就來了 所以雖然導致這邊比較著重在這個變化 故中歸於壞命 那它其實還是因為 還是跟友情 以友情 自身來說的嗎 好 所以無論怎樣安事 都朝此目標前進 有生必有死 有壯必有老 有勝必有帥 因此給予無常 故苦的判定 也就是你沒辦法去主宰 你主宰才能夠稱心如意 你不能夠主宰化 那當然就是苦了 就是比較是從這個面向來看 好 再來 婆羅門所說的常我妙樂 佛反對它 因為一切沒有不是在變化無常過程當中 那你要這個妙樂一定要是常的嘛 要能夠主宰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是你想怎麼樣 經常是就是沒辦法怎麼樣 就是苦苦 這苦就生起 所以說無常故苦 那這個苦還是跟眾生的這一種 體驗是 是這一種 面對無常所生起的那一種 所謂的苦壽事是有關聯的啦 雖然這邊在講比較著重在變化 那變化為什麼是苦 因為有知嘛 我們本來以為他不會變化 變化失望了 好 再來 佛說苦就是無我 我是主宰意 對周圍裡且能做了主自由支配 那這樣才可以說我 但有情依運出戒法而立 是無常變化的 那無常即是苦 苦就是不自在嘛 不自在 那怎麼還能說是我呢 好 好 那佛法說 正因為有情導致有我 所以這邊就進來 導致有我 起或造業 流轉不息 那我指就是流轉動亂的根源 好 所以 所以這個三反應是對友情 特別是這個 反覆 因為 就是要打解脫要懂這個道理嘛 所以 它是有一個前提的 好 再來導致說如果 解悟到無我 或是悟 或是解 這樣的 無我呢 沒有這動亂的因 就以為有我 這就是 這一個 不正戒嘛 不 就不正戒 或是 這一個 不正分別 有我是不正分別 然後就是會 引發這種 煩惱的活動 那如果 遼無無我 那就不會觸發 就是這個動亂因 也就是禍 跟業就不齊 當下能正覺諸法實相 那一切即是涅槃極 所以 這個涅槃極是 修行者的體會 但是這個體會呢 它 用來描述是諸法的一個實相 好 再來 佛依有情 而說此三法應 如論到 對有情存在的事件 或是所欲的五欲 或是所住的器界 這一切也是無常的 但事件卻是無常 但如說無常故苦 古故故無我 極有點不適合 比如說這支粉筆 說它是無常是對 它是苦是無我 就欠當的 粉筆是無情的 根本不會有領受 根本不會有領受 極無所謂苦不苦 沒有苦不苦或自不自由 也就不會執著為我 不是我 不是我 也不需要說無我 所以這個無常故苦是 是依有情而說 真導師又回過頭來去 去這個 說明這件事情 所以無常故苦苦 故無我 我這樣的一個教學 很清楚就是 意有情而說 好 再來 那大聖所說的這個 三法印的意義 那如擴充三法印 而應用到一切 那就如大聖所說的 無常故空 也就是無我了 空 好 導師說這邊是無自信的意義 好 所以大家記得 空有 主要有兩個面向 在這個觀行修持 這邊是無自信 那還有一個地方 有時候它又是表達 涅槃的空極 它都是用空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完整的表達 就是一個是空極 指涅槃 空無自信 指這一個 一切都沒有一個實體 空無自信 一切法 本性如此 也就是從重圓而生而沒有自信 也就是從重圓而生而沒有自信 自信 就是沒有獨存性 這一些 那能夠了悟到一切法 都沒有這一些 就能夠離職而體悟到一切法平等的空極 所以空極跟空無自信 它也不是個別的 空極性是透過觀察一切法 空無自信 平等空極 那這其實它已經有經過一個 這個觀 觀修的一個過程 觀察的內容是空無自信 那能夠徹底了悟一切法 真實 沒有一個實體 那這個執著就被斷除 因為沒有一個黏著的對象 我們看到有個對象要黏過去的時候 發現它 它像泡泡這樣破去 那個黏就失去 那個黏著的一個對象 就失去作用 那這時候 身心會體悟到諸法實相 那是另外一個境界 那就是 這邊所稱的空極 好 空性經中也稱為法無我 空性 也稱為無我了 法無我 法無我的我與有情 值得我略略不同 這個法無我的我其實 就是這一種 一般我們講的一種自信 這個常駐獨存實有 好 那實在的常駐獨存 這個是我的定義 但有情所知的自我 即在此意義上附入 這一個意志的自由性 那就有所不同 那這一個附入意志的自由性 就是主宰意 所以無情就只有這三個特質 十 恒長獨一 這是對於無情物來說 那如果有情物的 有情的法呢 他就是在這三個意義當中 再多一個主宰 好 那從實在常在獨存意義來說 有情是無我空的 就沒有這一些特質的 無我空的 諸法也是無我空的 因為有情是無我 諸法也是無我 那這三個特質是 通有情跟無情的 好 本性空極 也即是涅槃 那 這是 這是空的 那如果能夠觀察到 這個空的 無我 也就是這個實在 常在獨存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不可得 那就能夠體悟到 諸法的本性 也就是空極 也就是這個涅槃極 希望這些說明 可能大家以前不一定 習慣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這確實導師的書中 有時候他會比較詳細的 做一些區分 有時候他就是這兩個東西 就合在一起講 那 那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我們 知道因為空有雙觀 在讀到空是探究的時候 才比較了解 哦 原來導師在這句話裡面 這空已經是有兩個意義 而且它是有前後的一個 觀型的一個因果 關係在裡面 觀空無自信 而提悟到空極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這樣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極 這三印 通於一切 那無常無我 是現象界 我們可以去掌握的 涅槃極是體悟這現象界的 空無自信這一個道理之後 所體會的 那 那這樣的一個內涵呢 通遍一切 唯有情事件的真理 好 那以上是關於三法印 這個彼此之間的一個關聯 那再來就講到它的一個實踐性 實踐性 好 那三法印的實踐性 佛說三法印 導致說非常善巧 這佛所說的三法印很善巧 這同一命題也做兩方面的解說 那哪兩方面 一個是事物的真相 普遍的真理 就真理法嘛 那其實也是實踐的過程 它也是這一個 中道法 那中道法 真理法的一個綜合就是 解脫法 什麼意思就是 你實踐中道就是要去誤 這一個真理 那誤真理的一個 的一個結果就是體悟到解脫 其實在這邊 關號裡面 它是比較偏重說 那事實上這三者 它是緩緩相扣的 彼此相關 所以這一個兩方面就是 普遍理性跟實踐過程 這三者的生意本是同樣的 也就是美法印能開顯正確的內容 也就是你從無常印 你可以達到涅槃激進 無我印也是 等等 就能夠達到解脫了 能達到解脫 應該這麼講會比較好一些 好 那美法印也就是能夠離 這個離職而正正 那一無常門的誤入就是 無願解脫門 一無我誤入即空解脫門 以涅槃即滅而誤入即是無相解脫門 那這個無相解脫門比較特別 以涅槃為所源 那這個是 這個在空山就導致有解脫症 我們這邊就不做解脫 也就是這三印呢 就是三解脫門 每一門都能夠進到達到解脫 好那無常門就是無願解脫門 無我就是空解脫門 涅槃就是無相 那由於友情根性不同 所以說此說彼說二印或說三印 那其實也可以說一印的 導致這邊已經開始在鋪陳 好 那如完備三法印 如深文的常道說先觀五常 所以這是觀行的一個次第 然後無常而觀五我 由無我而達到涅槃 那涅槃就是終點的 會修行的一個次第 好 經中常說 驗離欲解脫 這是一三法印修行的次第 觀諸行無常即能驗患世間的求出禮 能驗苦即通達無我即能 能夠厭苦呢 那就能夠通達無我我所值 達到這個沒有這 我我所值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境地 那就是離一切愛欲了 我我所值就是一切愛欲 好 那能夠離欲即離一切煩惱即能得涅槃解脫 所以驗呢主要是觀無常 離欲呢就是觀無我 解脫呢就是離一切煩惱所達到的一個境地 好可見三法印的教學 是將諸法的真相與修行的歷程 主觀客觀事實與價值 一切都綜合而統一 也就是它是一個相關聯的 它既是真理法也是事件的一個過程 就是真相與修行 主觀與客觀 那真相比較是這一種客觀的 修行歷程就是你要去觀察 主比較是從主觀的一個角度來來談 好再來 那這是佛陀唯一稀有的教法 就是一切的佛法的核心 那就是前面講因緣嘛 那因緣它的一個另外一個面向的意義就是三法印 這三法印還是從緣起來開展的嘛 緣起的流轉就是無常無我 緣起的流轉就是無常無我 緣滅就是涅槃即盡 可以這樣來理解 好再來 這個導師說呢 這個導師說呢 門就是你要達到一個地方要先進這個門 就是無常它是要達到空的一個門 那空是要達到無聲的一個門 就就是一個進入的一個入入口啦 入口處 可不可以無常然後能夠達到空 那它就就如同一個門 就是達到空要進這個門嘛 門就是它的一個陰形 陰的觀形 所以無常是達到空的門 能夠誤誤了達空的一個前方面 那空觀呢 是能夠達到無聲涅槃即盡的一個方法 這個門就是要通往的一個入口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也是三法印的次第 可以透過無常然後能夠領悟到無我 領悟到無我之後能夠達到無聲的涅槃解脫 好再來 在第二節就談到三法印跟一法印 好 那這個從無我中貫徹一切 所以這一法印呢就是以無我為核心 那無我就是空嘛 好 那我們來看老師的解說啦 他是從無我中貫徹一切 就是連通這個無常的生滅跟涅槃的不生不滅 大概是這樣的意義 好老師一開始說本章的標題 三大理性的統一 它能不能結合在一起 因為它的一個前面的相關性 它還是個別的嘛 意義有它的一個作用 它能不能統一能不能整合在一起 好那三大理性那三者能不能統一呢 就是結合在一個一個印當中 應該是這個意思啦 好 這邊老師說呢 這個有的學者 這個學者大家不要把這個連結到這個 這個學術做學術的這些人 這個學者就是修學佛法 或是探究佛法的這些人 他以為這個三法印中的諸形無常與涅槃幾經 他是相偉相反的 為什麼呢 因為無常就是有為 有為就是生住以滅 那涅槃是無為 無為是不生不滅的 生滅跟不生不滅 那如何統一呢 這是從這一種語言邏輯上 其實是沒辦法的啦 但是從實踐的意義上呢 我們是在觀察生滅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就能夠欺負到不生不滅 你並非離開生滅 而別有一個不生不滅的一個法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 是一致的啦 不是一致就是說 他不能去切割的 你並不是說 離開這個生滅的觀察 然後去想要去追求 另外一個不生不滅的一個法 那因此呢 古來某些學派為著二者矛盾所困擾 就一個是生滅一個是不生滅 兩個就是不一樣的嘛 那看中無常的呢 將涅槃看作無常以外的 眾是涅槃常駐的呢 又忽略了無常 就各自一邊 所以佛法完整性同一性就被破壞了 那導致說其實三法印是中貫相通的 能統一三者呢 其著重於三法印的諸法無我印 就是空印 好諸法通於有為與無為 就一切法嘛 從有為無為同是無我性去理解 涅槃也沒有一個實體啊 涅槃的案例是 成立於煩惱的止息 他也是一代而有的 好 那這個 所以從有為無為同為無我性去理解 極能將常與無常統一起來 好我們來看導致怎麼樣把它統一起來 諸法的無我性 可從原起法去說明 那這就是為什麼要前面一章要講到原起的流轉跟緩滅 原起法本通兩面 所以這幾章大家一定要反覆的 因為這十一十它是一種原起道理的一個 的一个阐释 当然它也 关联到这个 关心的一个 内容 但是彼此 它真的是方方相扣的 这边导师说 元旗法同两方面 流转因果相生 这是无常的 那还灭因果的极灭 就是 这个涅槃 所以 元旗能贯彻这两端 那元旗它又是无我性 那就 这两端就 就整合在这个无我 无我 也就是空 这样的一个意义上 好 诸法的所以 这个相生缓灭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一切法 因缘合合 所以能生 因缘离善 所以一切法归于灭 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实体 在那里生灭 其实并没有 实有的自信 在生 就是因缘合合 就陷起 因缘离善 就灭 好 那如真是有的 那就用不着生 缺乎是真实也不会灭 因为有自信就是 自信就是前面所讲那个我 法无我 那个我 就是实有 独一 恒常 所以 有这个自信 它不会灭 要恒常的 那 实有 它本来就有了 自信就是 就自己就存在 就不用 通过生了 所以我们看 这跟我们实际的经验 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是正确的道理 有自信不是正确 一定要是无自信的 有自信就不用生 已经存在也不会灭 那我们的世界 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一个就是空无自信 无我 这边就是空无自信的一个意义 所以从一切法的相生还灭 理解它 本来 无自信空 本来无我 无自信空 本来无我 好 那这 这三印 同一于无我 空无我的一个思想 老师说 非常深测 唯有佛地 只向舍利福等 才能够圆满的通达 所以如果大家听不懂 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不是舍利福 但是我们是经过很多很多反复 我们也没有通达 就是稍微 好像知道导师在说什么 在前几天我们有跟客 就听到观赏法师说 他是顿根 他给自己一千次的机会 不过是更多了 他认为一千零一次看通 这一切都没有白费 很少人会这样说 自己是顿根的 所以真的很难得 那我们又跟观赏法师比较 我们又是顿根 中是顿根 我们的次数已经不晓得千次万次了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都不断在反复思维导师 或是佛经里面的这些教法 事实上如果大家的生活 除了工作之外 静下来 不要乎是乱想 就是去思维这些教法 大家的生活是很清静的 但是有时候不容易 因为事情来了嘛 人家对我们招募麻烦 还是要去处理 这处理要应用佛法 所以还是不理佛法 应用佛法 来来来 把这些我们遇到的这些 种种的事情 如意不如意的 做一个最完善的一个处置 这就是在这个实践佛法的过程当中 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用心的话 我们自己这样做 要影响旁边的人 那这个世界就真的是和平了 所以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先慢慢去达到 然后去影响周边的人 好 我们回到这边老师的说明 就是这个三印同意于空无我 那其实这个三印里面的中间那一项 其实无我印 老师这边把空带进来了 其实空就是无我 老师前面已经铺陈了 空就是无我 好 那老师这边拿话嘉瞻眼亲来说了 那嘉瞻眼是佛弟子当中的论义敌义 佛为他说中道法 那这个中道法的内容是 是仁欲二见 多于有边与无边 佛说中道缘其法 即不落二边 一般人见到法身 就起有见 实有 见到法面就起无见 实无 就是有边跟无边 恶见 有见跟无见 如常人经一朵花 以为实有此花体 等到花落 泄落了 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小孩从母胎出生 以为实有这个友情的字体 等到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世人都是这样子 实有或是实物 佛说缘其法就不同 见到法的生起 就是到此有故彼 有一些都是因缘 没有一个实体 此法的这个名相因果 都可以所有 因此不起无见 所以见到法生起 不起无见 见到法灭去 知道这是此无故彼 无此灭 故彼灭 有此而不起有见 所以前面 见到法的生起 那不起无见 那见到法灭去呢 就不起有见 等等这样子 好 那再来 这导师有解说了 导师有解说 能离这个有二见 就能够安住于众 导师会见到法的生起 不起无见 见到法因缘善灭 都是一切都因缘 所以不起有见 好 再来 导师说不解缘起本空 容易认为佛法是诡辩 为什么常人会与生灭法 起有无见 到了佛地址 照样还是生灭 就不起有无见呢 那这当中的道理是这样 一般人的心目中 总是认为真实不空 所以他们有一个前提的 他们的思维 就是依着这个一切法 是实有的 有这样的一个自信见 所以见到生灭 就见有 就落于有见跟无见 那我们学佛知道说 这个自信见是错误的 慢慢的去消融它 然后去了解一切法 本是空无我 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一切现象的有生有灭 佛没有否定它 它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确实是有因有果 有体有用 有体用的 现起还灭的 但里面没有一些实在常住 独存的 仅是一种 如幻的生灭而已 就是幻生幻灭 缘起如幻 如果能够把握这一点 就不会又 不会落入有 或是无的这种边界 而正处中 这个中道就是离有无二边 前面应该有讲到 就是这个中道 是这个 并不是哲宗 以智 这倒是有一个句子 以智化琴 以智导形 大概是这样 就用智慧 去消融这个情直 而不会 因为有情直 不是 直有就是直物 所以一定要去 去消融 以智化琴 以智导形 化 这化可以理解为 这个是把它消融 那离了这个直之后 才能够 处于中道 中道就是没有直 离二边的直 好 再来导致说 无常与常的贯彻 即在缘起的空无我中建立 照上面说 一切法都是缘起 没有真性 所以生不起有 灭不起无 那生灭本都是 都是缘起本空的 好 缘起法的归于灭 说它是空 导致说这不是因缘离善 才是灭 是空 当诸法升起的时候 当诸法升起的时候 存在的时候 由于了无自信 可得 就是没有自信 可得 所以是如幻如画的 是空 是极灭的 一样导致又一句话里面又 又出现了空无自信 然后又出现了空极 就如同刚刚大家记得那个 比如波浪 波浪 波浪 海的这个特性不是动的 那是因为有风的因素 把风的因素拿掉 也就是生灭的这样的现象 其实都是因缘 也就是生死流转 生灭生死 我们用生死来讲 把这个烦恼去除 那它就归于这个 寂静 寂灭 大概是 是这样的 应该要这样子来理解 那这个烦恼怎么样去除 就是要观察 它 这个生灭 流转相续 过程中没有一个实体可得 空无自信 没有自信可得 就是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能够彻底的了悟 能够 就能够离职 而体会到空极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从无我而深入 本空本极灭 所以无我就是 空无自信 然后还要再更深入 彻底的通达之后 就能够离职 然后达到 了悟到本空本极灭 本性不生不灭 这 极在这缘起的生灭 无常中 这个看出就是去体会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观察 的时候就是生灭 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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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到这生灭当中 能够贯穿这个生灭现象当中 没有自信这样的一个真相的时候 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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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进入到那一种 生灭像消失的一个境界 就是体悟到 诸法识相 所以你是一直在观察 这个生灭 生灭 这个相就消失了 这个是个批语 那真实的一个修行过程 也确实 从有相来达到无相 所以诸法识相是离一切相的 一切相不见 这个经论都是这么描述 那离一切相 一切相不见 那就是极尽 极灭 你不会再去看到这种生灭如幻 这样的一种 一个像 好 所以生灭如幻 它比较是从这个 空无自信 这是我们要去 彻底去观察了物的 一旦了物 诸法识相的时候 那所提悟到就是 涅槃寂静 好 那生灭无常就是空无我的 那这个是从现象来说 空无我的一个体悟呢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老师这边个人理解 它其实它是为了要让这个句子 能够比较这个成对 有这个成对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情况 其实说 其实是空无我的一个体悟 就是不生不灭 那就是生灭无常 它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就是空无自信 那空无自信的一个 的一个体悟 所产生的一个这一种 悟的一个境界呢 就是不生不灭 那这不生不灭 并没有离开生灭的一个观察 不生不灭 即是生灭无常 这样的缘起法的本性空 无我贯彻了三法印 也就是无我 它有两个面线 一个是空无自信的 这是存在于切法 生灭无常的一个真相 这个真相的一个体悟 加入修行者的一个因素 体悟彻底疗悟这个没有真 没有尸体的空无自信 这个真相 那所体验到的就是 不生不灭 灭盘几境 那大概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了 好 再来 老师说一部分学者 误会以为 灭盘是要灭除什么 如海中的波浪 熄灭 才能说平静一样 那所以在生灭当中 就聊到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气 并非是浪灭时候 才说平静 因此常与无常 生灭也不生灭 对立也不能同意 对于缘起法流转与化灭也打成两结 就是要去灭除什么 其实灭除什么就是要离开什么 其实这边要强调就是说 就是在生灭当中 就在烦恼的一个观察当中 去聊悟到这个自信不可得 你不用去断烦恼 比如烦恼陷情 你去观察到 他的自信不可得 那灭盘也自信不可得 善法不善法 一切法都自信不可得 那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 这一种灭盘几境 好 那所以要是从缘起无我生意去了解 那缘起法的生起是幻起 幻灭是幻灭 生灭无常 而本自空极 所以佛地指正的涅槃 不过是显出诸法的真相 大家看到没有 正的的涅槃 它其实就是诸法的真相 它是从体验当中 了悟到这个才是真相 还他本来如是 所以生法医哪里是个别对立而不可通呢 好 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些内容 那我们这个演讲课程就到这边 那后面我们还有两次的这个问答 那到时候会借用问答的一个时间 再把后面这一部分 再把它完成 还剩下两页的一个内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好 我们最后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